大家好,欢迎来到音音Things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我喜欢的小物 有美妆的产品,大部分的是美妆产品 然后呢,有一小部分是吃的和用的 那我喜欢的这些小物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 我觉得是Mess的产品 那用起来的使用感并不是那么好的产品 那我们先开始吧 那第一件,我最近刚刚买的是从淘宝买的呢 是自己用不上的,但是是给狗狗用的这一件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觉得超级可爱 然后呢,最近我们加拿大天气非常的冷 所以出去遛狗呢,感觉Miso就会比较冷 他一直就很害怕出去尿尿或者便便 所以呢,就给他穿上这个戴绒的这种外套 然后这个帽子呢,是有点奇怪 虽然很可爱,但是他有点看不到 所以我就把,经常把帽子往后拉 然后这边是扣子 你可以把前面扣起来 然后呢,是戴不到屁股的 所以比如说狗狗尿尿啦,或者便便啦 就是不会粘到衣服的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层绒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这个绒就是像,就是灯芯绒吧 应该是这么叫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暖和 我经常抱着它的时候就感觉像是暖手宝 然后这个是我从淘宝的一家店买的 它里面还卖很多这种 跟宠物相关的清洁的用品啊,玩具啊,等等一类的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淘宝的店铺的链接放在这个info box里面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用淘宝购买 然后我用的那个寄送的方式 还是跟上次一样,是superbuy的寄送方式 另外呢,很相似的,我还买了一个狗狗的羽衣 它这个是有粘贴式的前面 然后是一种菌绿色的那种羽衣 我给miso买的好像都非常中性欸 但是我觉得就跟女孩子一样 女狗狗穿那个非常中性的衣服也非常可爱 然后把前面粘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出去下雪啊,下雨啊 狗狗就不会觉得非常冷 好,下面一个呢是吃的 这个叫一级棒的方便面 叫一番是吗?我也不晓得这个中文叫什么 但是在加拿大的那种大超市里面 虽然说亚洲的食物不是很多 但是即便是这种西人的超市 也经常会看到这种Sapporo Ichiban的 最基础款的方便面 那我为什么喜欢它呢? 它其实跟国内的方便面比 并没有觉得很fancy 也没有里面各种料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冬天里面来一碗非常的暖 然后我喜欢吃那种带汤带面的东西 所以我经常会在这个面里面打一个蛋 有点蛋白质 增加一点营养 虽然这个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但这个面就是给我非常佳的 暖的冬天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吃的东西 然后这个非常便宜 好像是六毛七加币吧 六毛九加币 一块钱以下的 所以我经常吃一碗 就大概就够了午饭 下面我们进入护肤产品吧 护肤的环节 那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Sunday Rally的明星产品 那这个叫Luna Oil 我这个尺寸呢是小样的尺寸 当时Sapporo一个Holy Set 里面专门的是那种明星产品 明星的护肤产品 那这个Sunday Rally呢是其中 口碑非常高的一种 它挤出来是那种蓝蓝的那种油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 这是很低管 你看是这种蓝蓝的感觉 然后看起来很可怕 可是你抹开的时候 在脸上是并没有任何颜色的 你所想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 你知道很多油最近几年都非常的popular 可是在脸上会那种很腻的感觉 然后厚厚一层 不管你之后或之前涂什么保养品 感觉都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它把毛孔中堵塞了 但它这个还是有一种水的滋润感 它写的是 Advanced transretinal aster 帮助阻止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red nodal成分的 如果你是熟灵的肌肤的话 这个还是能帮助你不仅保湿 还能够减少你的皱纹 什么的 所以我用下来几个星期 使用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我应该会去买一瓶正妆的大瓶的 然后题外的话 我觉得如果Sephora有那种set的话 里面是小样妆的 这个我是非常建议买的 因为从价格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一下试很多那种新产品 看看哪个比较适合你的这种肌肤的状况 然后再去买大妆 是个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 下一个护肤产品是这个兰蔻的眼霜 它应该不是眼霜了 因为它又是一种眼部的精华 非常的滋润和水 这个产品叫Avance Genevieve U Light Pearl 它是个法语的 说Eye Illuminator 我倒没有觉得说它能帮我提亮眼睛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它就是那种非常滋润的感觉 有一个按摩的小棒 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圆柱状的 然后每一次都会带出来一点点产品 然后晚上我就这样轻轻的在眼部周围按摩 我觉得它最大的功效应该是补水吧 如果你是用那种细肝纹 还不到皱纹的细肝纹在眼周的话 如果用这个来晚上补水是非常非常有效 然后就是按摩非常的非常的soothing吧 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一种体验感受非常好 具体效果呢 我觉得谈破上就是一下子我眼睛没有皱纹 因为我确实没有眼周没有什么皱纹 所以谈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我就使用感受的非常的soothing 就是晚上你花两三分钟在眼部周围轻轻的按摩的话 它里面的applicator和产品就已经结合得非常好了 所以这是兰扣的明星产品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我据说我去sephora买的时候 那里的销售人就说当时一夜之间 这种小样都已经买完了 但是我当时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所以觉得非常庆幸 虽然这是小样装吧 但是我觉得能用非常久 因为它是个唇部的产品 是兰姿的叫lip sleeping mask 就相当于你的睡眠面膜 但是是针对嘴唇这个部位的 然后你就晚上的时候挖一小块 然后后涂在你的嘴唇上 早上起来你的死皮就会自然的翘起来 就是你可以把在死皮很轻易的再用一点点的那种化妆棉给去掉 然后就非常非常滋润 然后香味说不上来就是那种果香味 所以就是也是那种使用感受非常好 然后颜色非常粉嫩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特别是在加拿大或者是中国北方天气很干燥的话 每天晚上涂一层这个比一般的lip balm 效果一定是要更好的 下一个不算是护肤产品吧 但是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产品 叫做Foreo的这个清洁脸部的 然后它是有两面妆 一面是这种细小的齿纹 一面是比较粗大的齿纹 针对你脸部的粗糙情况 你可以针对性的使用这个随便哪一面 那我一般比如说鼻翼啦 眼周啦 唇边啦 比较薄的皮肤是使用这种小齿纹 然后轻轻的在嘴边按摩 脸的大面积的部分 大腮帮子我就会用这个比较大的齿纹 然后我觉得这个最方便的就是它方便携带吧 然后它是一个USB的接口这边 然后你就直接通过电脑充电就可以了 然后我记得我买了一年多了 只充了一次电 然后还是有很多电能 我觉得这个使用寿命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非常节能 然后你也可以调节这个轻重大小强度 用这个加减键来调节那个轻重大小 这个Foreo呢它还会有通过它的振动的模式 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移到另外的区域了 所以你比如说你就很懒的话 就把这个放在脸上 然后大概十秒钟以后它就稍稍停振动一下 然后你知道应该move on to next area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便携带 然后使用感受也非常好的一个清洁产品 就是搭配你自己平时在使用的cleanser 哦对了我自己用完清洁以后 还会把这个洗干净 然后比如说在用护肤产品精油的时候 用细的齿轮的这一面 来轻轻的帮助这个精油的吸收 轻轻的帮助精油的吸收 下面来穿插一个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产品 是这个叫natural aqua gel cure活性化水素 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个牌子怎么念 但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我当时是去这个多伦多的一个药妆店 小药妆店买的 当时那个销售员说 peeling的效果非常的弱 所以它不会刺激你的皮肤 所以我觉得它是没错是非常的温和 但是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是搓搓搓搓搓是有一堆产品 会搓出来一种粒粒 但是它是本身的粒粒 根本就不是你皮肤上的角质或者死皮 所以感觉洗了跟洗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 然后用了大半罐吧 因为想说很浪费继续用 可是就是无感 不太喜欢的产品这个系列 我想说一下这个YSAL的气垫粉饼 这个我应该记得是老的帮装 然后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寿而空 你去柜台的时候 基本上要不就是买不了你的四号 要不然它就是全部买完了 然后看到有一些在国外的代购 都是几盒几盒买的 那么我就根本了买了一盒 反正不便宜了 好像是至少是60多块加币吧 我就觉得这个没错是有一点点遮瑕的效果 大概四五成的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花60多块钱去买一个跟药妆店 或者是韩国那种非常便宜的气垫粉品 效果差不多的一个产品 就是你就在脸上拍一拍 确实能达到一点提亮肤色 这个较真肤色的感觉 但是我就觉得名不腐蚀吧 然后就周较效果非常烂 可是气垫粉品一边都有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这个一点没有出众的这个感觉 相比于那个蓝蔻的气垫粉品来讲 我就觉得不值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之低 喜欢AYS的小朋友不要打我 因为我其实也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只不过这个气垫粉品就感觉是这个牌子跟了分 但是确实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自己初衷的点在哪里 下面来说一个我是第一次使用 它是一样的 然后有稍稍一点点放大的效果 那我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是之前非常非常非常讨厌别人带那个放大铜片的人 我至今也非常讨厌 我觉得如果你的直径太大的话 看起来非常像外星人 然后很不自然 但最近就是很想说改变一下那个铜孔的颜色 所以买了这个海昌的半年抛的这个叫台湾 台湾原装海昌之星花样星芒软性清水接触性 这名字好长的隐形眼镜 总而言之它的总直径是14.1毫米的 所以就是非常自然的那个大小 然后就像我说它的颜色是叫金烈灰 但是其实上眼睛的话周围一圈是有一点点蓝色的 然后我第一次戴上这眼镜的时候 第二天我的同事就给我超多的赞美 他说超酷的你眼睛就变了一个颜色 然后看起来也并不会很恐怖很不自然这样 所以因为这个体验吧 我可能会继续回购一些不同颜色的海昌的隐形眼镜 既然我们再说眼部的产品 那我来想说一下这个很多人已经赞美过的 Huda Beauty的小版的九色眼影盘 然后它这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可爱 你知道它的包装设计的非常合理 如果说你要带出门的话 它里面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已经囊括了你需要的上一个玩种眼妆的颜色 它有mat的质地 也有shimmer的质地 质地 质地 然后我这一盘买的是比较这个叫move的颜色 所以里面就是偏紫偏粉的颜色 然后打底色啦 渐变色啦 眼窝色啦 然后这种shimmer的那种晶片色 都非常的齐全 然后我看到很多youtube已经介绍过这一个了 当时这个产品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下单 然后上眼的感觉真的非常好 虽然说只有九个颜色吧 但是还是可以传达出几种不同眼妆颜色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亮片色以外 其他的这个眼窝色都是用这一盘画的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少女秋冬 然后就是这个包装非常好 你不觉得吗 如果出门携带的话 这个是magnet的 很像快感有没有 在等哦 等一等 等会拨 我们下单 我们下单 按肝 我们下单 我们下单 我们下单